有話直說一分鐘 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將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工作內容包括制定最低標準劏房 並且取締不合之質的劏房 今次是政府在整頓劏房問題上邁出的實際一步 將過去籠統含糊的概念即將擁有清晰可循的指引 從而真正幫助到生活水平遠低於平均線的基層市民 在這個基礎上 政府才能將全港劏房的真實情況量化 從而合理分配有限資源 在短時間內提升劏房的最低水平 而在制定最低標準的時候 政府應該優先重建築安全、衛生條件等圍道進行審視 並聯合業主對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進行整改 而對於高於最低標準的劏房 政府可以鼓勵業主主動進行整改 並為積極響應的業主提供補貼 從而將改善劏房居住環境的部分責任分攤給具體業主 提升整改的效率 近年來政府在改善住房問題上推出不少政策 為收效甚微 尤其是低層市民的居住環境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而劏房問題不僅是香港市民最關切的問題 亦是中央一直以來的牽掛 因此政府應該盡快履行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措施 並且制定時間表讓市民可以更好地監督政府工作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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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